我们接下来当然就要去看我们刚刚做好的自动拆分 自动拆分 例如说这个资料里面的内容 好,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我刚刚录制的过程 各位应该可能还有点印象 我们做了几件事 就是筛选有做 还有呢 修改那个工作表的名称 还有我们是不是取消筛选 对不对 至少这几件事情我们要加进去 首先第一件事情 请问这件事情的话是不是等于是说 它做一个筛选 筛选有看到 依什么新本市这边来去做筛选 好,所以呢 这边我们就直接写筛选 筛选什么呢 筛选新北市 在接下来筛选完毕之后呢 筛选完毕之后 筛选就只有这一行哦 筛选就只有这一行 好,那请问一下哦 这一行怎么打出来 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你只要会做以资料 你就会做 就可以有这一行的资料啊 对不对 您会不会做新北市的筛选 会嘛 好,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是做什么事情 这边是做一个选择 对不对 我们刚做什么选择 全选 所以这边你就直接输入全选 好 哇,全选 你会写出这一行吗 它这一行的意思是什么 它这一行的意思哦 它是说 Outstate那个十字坐标 原本是不是在B2 所以我是不是要回到A1 所以是不是往左移动一格 往上移动一格 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们 一件事情 你就算知道这些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不急于 你会操作录制聚集 然后因为我们真正要改写的是 这些Outstate里面的东西吗 也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重点你只要知道说 哪些是会变动的 需要做修改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全选完毕之后 我们去做复制 复制筛选的 把筛选范围全选之后 复制复制完毕 是不是就会有贴上 贴上 请问你是每一次都要贴到 工作表2吗 不是嘛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要随时都会开一个 新的工作表名称 请问工作表名称的变数 还记得吧 这个名称是一定要换的 你每一次开的工作表都叫工作表2吗 我们现在开 新增一个工作表 它叫工作表2 我等一下我要再开 它不叫工作表2 它叫工作表3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随着开启工作表的顺序改变 好 是不是名称是需要做修改的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换工作表名称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 这个叫做换名字 所以那个名字要换成 是不是list那张工作表里面的 112里面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 就好啦 好 所以这个叫做根名 就是应该说工作表换名称 你第一个贴进去是新北市 第二个是台北市 那你就会希望工作表名称顺便都做好 所以根名 根改 工作表名称 然后接下来呢 回到total去做什么事情 去total这张工作表 然后呢 取消 塞雪 我想应该没有很大问题嘛 所以 所以 注解这边我们就不请你写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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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